虚心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 这句话是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的父母和师长和我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虽然这样一句简单的警句 但它出自于著名的思想家 政治家毛泽东之口 201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日 而虽然我们的历史进程已经进入到了21世纪 但这位伟人的思想政治以及他的毛氏语系 已成为了中外学者所研究的前沿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华东师范大学肖炎中教授 他来和我们谈一谈毛泽东的政治修辞 以及毛氏语系是何时形成的 他在革命当中的重要意义 有请肖教授 肖炎中 著名中青年毛泽东研究专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学士硕士 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 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曾在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南京大学 等全国著名高校讲学 并于哈佛大学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 台湾中央研究院做访问研究 其早年编著 晚年毛泽东和巨人的诞生 毛泽东现象的意识起源 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 被誉为新时期中国毛泽东研究的代表作品 肖教授 你好 欢迎来到大讲堂 那么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了 在国内有很多地方都开始准备这样的大型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活动 120年在中国文化中是双甲子 就是两个60年 这样的时候呢 在中国文化中对这个数字是特别的敏感 还一个就是因为毛泽东对于当代中国的影响 到现在为止 我们可以这么说 仍然是无与伦比的 是吧 到现在也是这样子 一个人去世三十多年了 现在仍然被社会所记住 所热议 就证明他的影响力并没有消失 毛泽东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因此呢 在这个时候 一些纪念呢 是很重要的 也是应当的 但是我更想提醒一句 历史更应当 是反思性的 我们要反思和我们过去不远 以及对我们现在影响还是很大的 这样的历史 做一种诚恳的 深刻的 一种相互的对话 那我们今天演讲的话题是毛泽东的 话语权利和政治修辞 其实这是还一个挺难的这样一个题目 他的话语权利和政治修辞 我们怎么样去剖析它 这个问题是 应该说是比较前沿的 就是把这样一个研究思路 引到毛泽东的研究上来 到目前为止 我看到的东西并不是很多 这样的研究之所以说是比较前沿 就在于第一 这个话语权利这样的一种概念 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 在批判这个现代性社会时候 所提出的一种新概念 另外呢 就是说你要是通过这样的一种理路 去研究毛泽东 那么你就要对毛泽东的著作本身 而不是一种奇闻一事 做一种 就是文本的一种工作 这样的话要求两方面都要求比较强 但是我做的 不能说是很好 也是刚开始 所以呢 但是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路 我们要有有值得花精力 去做深入的探讨 那您觉得 对他的政治修辞上都有哪些特点呢 毛泽东最反对 而且最讨厌就是说官话 他所谈的一些话语 实际上都是和人民生活的日常现象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他有时候他不经意的过程中间 他说出的话 我们叫做欲不惊人 死不休 我举个例子 是吧 1960年 他在北戴河 他和这个当年管工业的副总理 政治局常委李福春谈话 当年谈话的时候他就提出那么一句 他说要有实力政策 要搞实力地位 全世界都讲这个 你手里没有一把米 你叫鸡 鸡都不来 这样的一个话说出来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一个实力政治 是吧 这么一个道理 他用手里没有一把米 叫鸡 鸡都不来 这样村妇 嘴里所吐出的语言 就非常的生动和深刻的 告诉我们实力 无论对一个家庭也好 对一个国家也好 他都是基础的 所以你说毛泽东的话语 他的语言 他的修辞的特征 我想通过这一句话 其实我们就可以 多少领略一点 毛泽东说话的那种风格 但是他这种风格 是怎么样形成的 现在在研究他的早期文献过程中间的时候 就感觉他对于语言一种天生的偏好 他在当时东山一小读书的时候 是吧 老师布置的作业 叫做读史记的那个商鸯传 商鸯传 他当时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商鸯西木立信论 就是商鸯把这个木头搬从成东搬到成西 然后那个时候他才十几岁 但是那篇文章今天看来写得非常的有道理 而且其实磅礴 那么这一辈子 你看他对语言的一种考究 我们看到他的文稿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经过反复修改的 就是毛泽东在修改他的文稿时候非常的讲究 措辞 是吧 气势 包括他的语态 这样的东西 好 非常感谢您 我们接下来由您带给我们今天的演讲 今天肖教授演讲的题目是 毛泽东的话语权力与政治修辞 有请